不管是大人小孩 都拿起彩色筆畫出自畫像 也將對部落的感覺畫出來 再經過老師的分享與挑選 將部落共通的圖像和色彩 放進社區裡 這是由在地部落工作室 申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贊助的葉蕾蕾老師 心靈總子計畫 在重安部落進行 每個人發揮創意 將部落文化屋放入阿美族的意象 接著也在幾棟房子的外牆 畫上部落元素 自己想像看自己要畫什麼 我就畫阿美族的人在跳舞 他的那個社區藝術化的工作 很深耕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三良 就是說邀請葉老師進來 葉蕾蕾老師早年赴美深照 學習藝術創作 一個機緣下 在美國從事社區藝術化的工作 改變了社區的未來 之後陸續在許多社區 從事社區藝術創作 也得到很多獎項 這次來到重安部落 與部落老人小孩一起努力 為部落增加藝術色彩 找出一些藝術語言 是屬於當地孩子 還有當地的成年 用那些東西來 裝飾我們的村子 而不是外來的東西 裝飾我們的村子 然後就用藝術把它弄得非常美 非常有尊嚴 這次葉蕾蕾老師來到台東 要在大五鄉的大鳥部落 和成功鎮的重安部落 作為他在台東原住民部落創作的起點 記者法務 台東成功採訪報導 這次行為 感谢观看